大家好,我是 Ray Ma 今天這個地方是 Sky 100 天際 100 在 100 樓舉辦發佈會 我估計可以更加嘗試到 100 倍 Zoom 的遠焦能力 今天這個發佈會是 Honor 的 Magic 4 Pro 這次 Magic 4 Pro 是一部旗艦機 它擁有 Snapdragon 8 Gen 1 的處理器 一塊 6.8 1 吋 120Hz 的 LTPO OLED 螢幕 有高刷新率 亦有三鏡頭配置 最高 100 倍 Zoom 的遠焦能力 我們看看這部機在各方面的表現 以及造工上達到旗艦機的標準 首先外觀設計方面 Magic 4 Pro 算不算是很獨特的外觀設計 又不算的 它都是雙玻璃面加 Aluminium 鋁合金的中框 而雙面的玻璃都用了 4D 的 3D 曲面 即是四邊都有 3D 弧度的玻璃面板 而前面當然是 Glossy 反光鏡面設計 機背的玻璃面板 都是用了一隻亮面反光的玻璃面板 整個手機上手的感覺相對比較圓潤 以及有一體的感覺 因為它都有 3D 螢幕和 3D 機背設計 而相機亦都用了比較誇張浮誇的大圓形的相機模組設計 上面亦都寫著 100 倍 Zoom 的 100 倍遠焦的變焦效果 以及中間的前望式鏡頭竟然是放在中間的 而主鏡頭和超廣角鏡頭反而會放在上面兩邊的鏡頭 加上有 3 鏡頭配置 而其他的機身硬件亦都擁有新一代的屏下指紋掃描器 另外亦都有 USB-C 插口支援最高 100W 的快速充電 而 Magic 4 Pro 支援雙卡雙待 不過沒有 Micro SD 插卡 依靠 8GB RAM 和 256GB 內存容量 storage 而機身底側有喇叭開孔 機身頂側亦都有另一排的喇叭開孔 做到雙喇叭配置 而在螢幕面板上仍然有比較明顯的雙前置鏡頭 去到 2022 年仍然有這麼大的螢幕 前置鏡頭開孔是相對比較少見的 但是這個比較大的 Camera Cutout 會不會帶來更加出色的自拍效果呢 我們現在就去窗邊拍攝照片 不過在看照片之前 我一開過螢幕後發現這塊螢幕的曲道 兩邊曲螢幕的弧度位置是很厲害的 好處是它在光線的反射之下 機身上好像很精緻和有科技感 螢幕邊框在正面視角看會更加薄窄 但是用起來會不會有誤觸的情況 這個我稍後想去評測會更加詳細講解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這塊螢幕的解像度有QHD Plus 我可以去Screen Resolution 2800 x 480 x 1312 另外它也是一塊LTPO的螢幕 螢幕刷新率可以由1Hz到120Hz之間 Dynamic 的動態刷新率 而這塊螢幕也是6.81吋的OLED螢幕 擁有10億的顏色顯示 以及支援HDR 10 Plus 的內容顯示 在螢幕顯示規格上 基本上是2022年旗艦機的硬件 唯獨是相機剪輯 這個位置在2022年的手機 還有這麼大的剪輯相距比較少 所以真的要看看自拍照 可否可以彌補到這方面 這麼明顯的一個相機開控 而說到Magic 4 Pro 的螢幕方面 今天影片贊助Tri-Skin 全貼合手工玻璃貼 針對這部機已經推出了專屬的玻璃貼 用全貼合的手工上膠技術 確保到螢幕面板和玻璃貼之間沒有空間 可以最大程度保留到原有的顯示效果 包括對比度 顏色顯示 以及光亮度方面的影響都減到最少 如果你幫這部機找到一個最高質素的玻璃貼 都歡迎可以看影片影片描述的連結 以及這次這部機也有不同的機背貼 可以有不同的模型和質感 可以幫助這部機加上不少的質感 有不同的模型和質感 可以去到他們的網站參考一下 好 至於相機部分 今次的Magic 4 Pro 亦都擁有三鏡頭配置 包括有5000萬像素 IMX 766 的主鏡頭 同樣是 1x 1.56 吋的顯示 有 F1.8 光圈 這個規格不是第一次看到 可以說是 2022 年旗艦機的一個指標配置 另外亦都有 5000 萬像素的超廣角鏡 有 122 度的 Field of View 還有最後有 90mm 的 3.5 倍光學變焦 前往式的遠焦鏡頭 所有的規格和初步看 都是標準旗艦機的配置 沒有太大特別 但其實我在發佈會的過程了解到 它擁有一個超融合的拍攝運算技術 是甚麼來的呢 他們發佈會的講解 就是超廣角鏡拍照的時候 其實它是 0.5 倍的超廣角 但是由 0.6 至 1 倍之間的 Digital Zoom 的位置 它就會透過用主鏡頭和超廣角鏡 兩個鏡頭一起拍照 透過主鏡頭幫這張超廣角鏡的相片 進行超融合 去提升中間位置的銳利度和細節保留度 類似的情況 在主鏡頭到 3.5 倍之間 在主鏡頭做數碼變焦 但未跳到遠焦鏡頭拍照中間的距離位置 透過用主鏡頭和遠焦鏡頭 兩個鏡頭的超融合計算 就可以做到中心位置的細節保留度 提升到160% 實際效果 3 個鏡頭都試了 現在這個位置就適合 嘗試超廣角鏡頭 是否照片更清晰 接著一倍 其實現在隔著的玻璃不是最理想的拍攝效果 但還是現場這裡試試一點 去到10倍 是一個光學加數碼變焦的雲學變焦 而這個鏡頭最盡 其實做到100倍的數碼變焦 那100倍又清不清呢 謝謝 或者拍攝這個位置挺漂亮的 100倍都很明顯的數碼變焦 細節保留度上 我自己覺得去到10倍 30倍 這個位置仍然是可用的 去到10倍其實仍然是很清 而除了拍照 拍片方面 都是我自己覺得 這部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這次主鏡頭 可以做到4K 60fps 的拍攝 但是更加重要 其實是在Movie 這個模式 我們過來看看 正常的拍片模式 這裡可以做到4K 60fps 看看這個正常8bit 拍片的效果 但是值得跟大家說 這部機其實擁有 IMAX Certified 10bit Lock 的拍攝 它在這裡擁有一個 Lock Mode 的功能 可以做到4K 10bit Lock 的拍攝 Lock 會保留更加多的資訊量 以及一個很平的 Profile 我專業製作 把電腦後期剪接 去套一些不同的顏色上去的時候 製作空間就會更加大 但當時使用了4K 拍攝 相當中的拍攝 好 不過我留意到 拍攝4K 拍攝 不可以無限拍攝 不過 15 分鐘對於手機拍片 我想這樣很足夠 在手機拍片會否真的拿到電腦 做 Final Cut 或 Premiere Pro 這些繁複的製作呢 我想未必每個人都會這樣做 這個時候我留意到 在更多模式裡面 Multicamera 也有一個蠻有趣的功能 Multicam 功能有幾個模式 我現在是前鏡和後鏡一起的模式 外面拍到很美麗的海景 裡面就看到的是我 而這裡我可以超廣角鏡頭 以及遠焦鏡頭 可以用一個 Panoramic 感覺 一個是遠焦點的感覺 然後這個就是我用一個 Pop-up 的小鏡頭 那邊就用一個廣角效果 用來拍Vlog 或吃東西的影片 我想它適合用 可以在拍片的途中切換 還有最後是光圈模式和人像模式 光圈模式可以由 F0.95 至 F16 模擬不同程度的光圈大小的散景效果 人像模式會基於 剛才所說的 Bokeh 的景深效果之外 在額外多了美顏效果 在 Field Finder 上它是蒙了 會爆光 但是後來它再購物的時候 這就是 AI 運算 在影前影後的分別是很明顯的 然後是自拍 因為我剛才說自拍鏡頭的開孔很大 真的要自拍效果很漂亮才能夠正確 我發現自拍效果是很漂亮的 它這裡有一個人像模式 可以有跨到人像的主角 但是我現在在 Field Finder 後面 都爆光 不過我發現它拍了一張照片 後的 HDR 運算是很明顯的 就是這樣出現了 我發現人像在大逆光的時候 人像清 膚色是自然的 而且最主要是外面的效果 是很自然的顏色 很漂亮的顏色運算 好 今天我們上手試玩了 Honor Magic 4 Pro 很久沒有一個有規模正式的發佈會 今天就在現場採取了給大家看 我自己很多年沒有來 Sky 100 隔了那麼久 今天就有機會用這部機 拍了很多風景照片 但是值得一提 所有的照片是很漂亮的 但隔著了那塊玻璃 隔著了窗影照 細節保留度或其他各方面的表現 未必可以完全作準 所以大家記得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有最新發佈的影片 關於 Honor Magic 4 Pro 的新入測試 它的相機和系統操作 和效能發揮都會更加深入講解 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有最新影片 就第一時間見到 下次再見